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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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听父母亲说因为在山上工作也是很难说有收入啊 只是你说吃的话是可以可是很苦 所以他们因为当初我爸爸好像是有当 有当学生的时候有来过高雄 他知道说都市里面比山上还好过一点 结婚之后他就跟我妈说在高雄好像可以有收入 而且生活会比较好一点他就带我们下来这样 当初在这里为什么有设计是因为以前是一个公寮 他公寮的话以前因为是从山地门嘛 他们先前来的都山地门嘛 跟那个 那个叫什么 叫隔壁村 他们来这边就是要工作嘛 在复兴 复兴牧业工厂嘛 就在以前的好市多 还有那个大马路那边 以前到复兴路那里全部都是复兴牧业 还有这个整条运河 运河到那个什么 到那个全镇那边 都是复兴牧业 他们就在这边设啊 设那个 就在那边打工聊 打工聊之后 就在这里工作嘛 后来后面就陆陆续续有人 有人来嘛 来的话都是我们原住民啊 都是在屏东 屏东的 民国85年 高雄市政府提出划设临港地区土地 为高雄多功能经贸园区的计划 整合经济部加工出口区之转型发展 高雄香港地区再开发 全区约为590公顷 画设特定文化修前专区 特定仓储转运专用区 及特定经贸核心专用区等三大区域 而拉瓦克部落则属于特贸4B区域 预计开发为商务住宅 一般办公、金融、商贸服务等用途 在86年3月 高雄市政府发布公告 以有爱事容为由要进行拆除 经由部落族人的前情抗争 民国88年部分族人 被市府安置到位于小港的那里湾国宅 但市府安排居住的期限只有6年 于是族人纷纷迁回部落 这个国宅盖起来之后 运河拆那个什么 那个填起来之后 我们这里就是等于就倒灌 就等于水就会 我们水没有办法出去了 因为以前是运河 它可以跑出去啊 现在没有运河 是不是它没有办法走出去 当初他们在用水沟的时候 他们也 他们就是 好像说我们这里没有人一样 就把那个水沟做水沟 对不对 我们人还住在这里 他并没有说把我们挖水沟 通出去都没有 他就说我们是违建 有的人是真的有盖起来 真的 公务局都来这边拆 这是我爸爸写的成情书 要写给那个 那是当初因为他要拆我们的时候 我们这边后面有积水 因为它不是运河 运河一填起来 我们这边是不是变矮了 矮了之后 下雨是不是会 会那个 那个 水会会高嘛 就等于淹水嘛 这就是成情书啊 我就念啊 这是我爸爸写的 86年4月27号 我爸爸写给那个河敦毅的 可是还是我们有叫 教育员来说 爸妈说不要拆 这样子 所以 还有 没有过 就算 就算这个已经成情 我们有成情过了 也是都没有用 他当初就是说 他说建议搬去那个纳路湾那里 那时候给六万块的时候 不知道是搬签费 还是补助 搬去的时候 有人搬去了嘛 有的人没来就没有搬 还住在这里 去之后 住了六年 他们那边的有趣的人 住了六年 就叫他 就是 那个租约到了 就赶他们出来 还是一样没有地方 民国一百年7月 高雄市政府通过 多功能 经贸园区都市计划 变更案 为招商提供更多优惠 且将拉瓦克部落所在的 特茂斯B区域部分 变更为公园 日圆道用地 而市长陈菊首度提出 亚洲新湾区的构想 包含高雄展览馆 市立总图书馆 水岸轻轨等公共建设 是将来高雄经贸园区的核心区域 并将投入超过300亿元 带领高雄经济发展与转型 从年8月 拉瓦克部落收到一指 认为部落环境脏乱 并认定为违建 要求拆迁的公文 102年2月18日 高雄市政府再度公告 以市地绿美化为由 要求族人离开 并将依法强制拆除房屋 而拉瓦克族人筹组自救会 游行自私议会成情 决心捍卫家园 免于被拆除的命运 我们这里的公固 你的战争 你的决策 你要迫出我们 反对我们的家园 对我们情何理他 你叫我们去哪里 叫我们去哪里 走到上山 让我们自生自命 还是留在肚子 让我们做自家的一个游民 曾经市长 请你出来 听听你的声音 我们要弄清楚 我们的权益 今天市长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冬告已经出来了 你今天市长 你5月18日之前就要撤 你怎么市长 市长 市长 敬爱的市长 请你出来看看我们 他其实也没什么工程 才我们这边也没什么意思 他最主要就是 立法而已 没有别的 没有规划什么工程 有没有什么独 独更安 一定都没有 他这边写得很相信 就是 就是最主要就是 肚定立法 立法工程 难道 你里面重述 里面重述 帮我们干准 我们在那边 而且我们又记住了 差不多 也是六十几年 是否当时 当时我们去 议会开的时候也是 嗯 当时我们也有 那个 那个市长 市长也承诺说 对我们整个拉花客部落 也不用 强势的方法来对待我们 可是有关单位啊 就是 附着这边土地的就是 对待就是 新工作嘛 财政局嘛 严明会 独发局 所以这几个单位要 先 协商一下 或是开会一下 哦 如何安住我们 好了 到目前都 这个会议都还没有开啊 以前是有啦 以前 协调会有啦 可是 几个 几个单位 派出来的层级都太低啦 没办法回答我们的话啦 我们一直要求把层级提高 到目前后面 我们在等那个 协调都 都还没有开啊 到现在 我们先前 我们先前哦 我们先前就是要 要以物换物啊 可是他们说 他们在两年前的时候 是要叫我们 你说去 去贷款房子 他们说 要留 我们留他们四 但是 当初就是没有人 我们大家的意见就是说 以物换物就是说 你给我们房子做 我们就这样而已 是这样啊 我们一直 我们就是一直有 一直持续这样啊 他们现在所给我们的东西就是 就是不一样 就是完全不愿 他就是说补偿啊 就这样而已啊 我们要的 我们跟他们要的那个什么 我们跟他讲的东西 他们都没有啊 他们就是不 不理 就是不理会啊 那时候去的 一开始去的学生团体 其实只有我们 然后成大的学生这样子 所以其实人并没有很多 然后啊 还有一些 那除了学生之外 就是 NGO组织 就是跆拳会那边有 有人 南半的秘书在帮我们 那还有一些 像是过去在 西州部落帮忙过的姐姐 也有在这边帮忙 对 所以那时候主要在 运作的就是这群人 本来有想要成立 学生房调队 所以 那就有不少 学生 要去一起参加这样子 对然后 不过其实 因为有 也有很多学生 去那边 看的关系 所以其实 对部落来说 也会有一点辛苦 因为毕竟 他们原本还是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所以 有学生去 当然他们很开心 只是 对他们来说 也会蛮辛苦的 那除了 学生这边 会进去 去部落里面 看看状况之外 还有就是 我们 会办记者会 或者是 去市役会 旁听 就是去听 那个议员的咨询 因为有 原住民议员 他就会帮我们去 问这些事情 然后也有帮我们协调一个 就是弄一个 各部会的协调会 在那个 好像在圆明会那边办的 然后那时候就是邀了各个社会 社会局 圆明会 然后 独发局 应该新工处那边 应该有派人来 所以就是有 这些人大家就一起坐下来谈 说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就是五月底左右 城局就说要暂缓拆迁了 高雄市政府指出 拉瓦克部落所在地 为过去台苏建墙时 像国有财产署成株 是属于市有土地 部落的建筑物皆属于违建 对于将来市府利用公有土地 会造成影响 原本可以用非法占用法条强制拆除 但经由民众陈情 市长城局承诺暂缓拆迁 立群他法协调 我们事实上现在现行阶段 比较有可能的方式就是 应用那个租金补贴 或是说相关的一些 可以协助他们去租屋 类似这样的一个安置方案 可是这个部分的话 居民这边是不太能够接受 他希望我们就是 讲的比较白一点 是无常提供他们一个住宅 那这个部分其实 从现阶段来讲 确实上这是比较困难 所以就变成说 一个主官他们希望就是说 就地安置跟一地安置这个部分 这方面牵涉到就是 法令跟那个土地的地务的问题 还有就是 那个势必会是一个很大 龐大的经费 另外就是我们市府 目前在出出的一些安置方案 是居民也不太能够接受 所以目前其实这个案子就是 还在这样的一个 双方面还需要 在经营负责来谈 可是我们原则上就是 市长也有答应过 就是在没有取得 拉罗克部落民众 这样子之前 我们国泰会 可以做一些 比较强度的东西 是我们目前处理的问题 在04年4月一场部落大火 烧毁了四户部落住宅 族人担心市府将借此强拆部落 游行至市议会陈勤 反对拆迁 市长陈菊也表示 会遵守暂缓拆迁的承诺 族人想不到的是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市府动作频频 令族人措手不及 我在市在4月26号 当时差不多傍晚 差不多6点多 那时候火来得太突然 火势太大了 那时候我第一发现 要拿水器 灭活的水器来不及 到目前位置 有人还在修山 有的 房子没办法 前回的应该 也是借助朋友的房子 现在目前都OK 生活 状况应该都是正常的 104年7月24日 高雄市公务局新公处来函 以部落抵触前政区 中华屋路市有土地 绿煤化工程为由 要求部落居民在8月10日前 简送产权切结書 以申请补偿 当时 我们也差不多也是 重建差不多快好了 我们这边又接到一个公文 市政府的公文就是 6月26号 刚好 刚好也是我们去 火灾 忙两个月 他又发了一个 所谓第三战梁 当时 当时我们 当时我们这边的 这边的 祝福我还是接得起 也是非常疼痛 好像类似 是实际上要帮忙 赶紧像杂姐一样 赶快帮忙 帮忙 幫忙处理掉 6月20 16日半天 也是一样 也是给他们占量 占量完了以后 他又发了一个公文 是在8月10号 也是发的公文 就是关于你 你层出的 凡子 机商务 还有建筑 切一件事 你 你个人所做的 其余切任 等于说 它后是一个 补偿的 补偿的那个动作 我们租人每个人都接到这个公文 每个人都一直问我 这个公文到底要切还是不切 我也跟他们讲 这个公文一旦签了 他们下个动作就是补偿 钱费到你付我补偿了以后 他下个动作就是 裁 裁除 根本就是 没有经过协调 说明了一种程序 我说 叫我 全标签 就人家妨碍张官啊 这里 杂乱啊 这里说 就是 反正就是不好就对了 就妨碍张官嘛 前面的人会投诉嘛 一投诉说我们这里违禁啊 马正公文 那个 那个 没有多久公文就来了 我们都 都说 好准哦 都没有什么声音的时候 大概要来了就来了 真的就来了 现在就比较积极了 现在他们一定要快点让我们走啊 你看他现在 我们也不知道说他们会叫那个呢 叫这个呢 叫那个什么 公务局的来呢 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 本来都是高雄市政府啊 还有圆米会啊 圆米会就是一直在 在辅导我们啊 圆米会没那么多啊 啊没想到这个后面就来了 这两之后就来了 他就是我们认同了嘛 所以我们 我们如果默不吭声的时候 就是 差不多了 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哦 我们的 呃 措施 我们所谓的安置计划 包含了 国宅的优先配注 还有所谓的 购物的 呃 利率的补贴 那还有 呃 呃 我们的这个租金的补贴 發放 好 那我们这个计划呢 安置计划就是 包含这三项 那我们已经签 市府了 那已经核定了 这个部分是OK 我这样讲 听得到吗 那有关租金补贴的方式 在本会我们已经核定了 但是呢 我们还有一定的法定的程序 因为我们的计划 相当于行政规则 它要法制化有它的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 呃 本会已经核定 那我们要签到市府去 那其实我们上个礼拜 已经有跟法治局社会主义 有做一个讨论 那主委这边呢 是尽量用比较优惠的方式 去补贴各位 我们每天都在过这种恐惧的生活 你们还要经过来看看 我们的灯有没有亮 代表说有没有人住 我们其实我们的工作 像目前有一顿没一顿的 我们是舍不得电费啦 这边神有所谓的房屋所有权啊 我实在是不明白说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 你们的计划是不是 准备要开始执行了 要准备赶快有一个所谓的时间点 一个进度 这边一定要做成亚洲新弯区 你们晓不晓得 当他牵着我的手 在我面前哭的时候 我是多么的无助啊 我们能不能好好的让老人家凋零啊 为什么啊 要接着呢 好像好像这些是 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团队 相当地已经做到了 就是用了 那个人 你怎么办 有这里 是 你怎么办 那么多 Motkja 你怎么办 你不不得带来 我們來這邊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歷史了 這邊就是我們的地嘛 我們的環境嘛 我們已經有六十多年在這個地方 我們來到這邊把這個環境把它整起來 是我們把它打造起來把它弄好的 結果現在變成是你們的卯 我們在這邊花下了多少的心血 多少的歲月 我們在這邊 我們 從小姐的時候到變成像目前要入屋 要這麼樣子的彎腰 他們花了多少的歲月 就一個房間嘛 我們就是安心裡面這個環境了 我們只是希望說給我們這個環境 這是我們的訴求嘛 我們只是希望說給我們這個環境 這是我們的訴求嘛 你們不會憐憫我們嗎 我們在那麼小的時候來到這個環境 你們不會憐憫我們嗎 這樣跟你們上面講 你們到底憐不憐憫我們 謝謝我們 真是欣賀以堪啊 為什麼要讓一個八十幾歲已經九要九十歲的人 每天過著發抖的日子 幫我們想想辦法好嗎 請禮罰請禮罰 就法來說 剛才有一位長輩說沒有法律依據 可是各位又說 你們不要口口聲聲說 法用法來壓我 所以大家其實都知道 這也是我的口袋 在法律上 我們站不住家 我必須勇敢的說 在法律上 我們站不住家 所以今天我們所做的一切 不是都是在情理上面 來做衡聯 我的看見是 這十年來 我們之前已經做過一切 各位也做竊見 如果今天 純粹就有法律來講 財政局就要到 新公署就要拆 為什麼十年了 沒有這麼做 這不就是一種情跟 情治的考驗嗎 不是我們行政帶過 就是因為是我們原住民同胞 就是因為是我們原住民同胞 就原明慧來講 以前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高雄縣有個高砂波事件 高砂波 權責根本不在原住民 可是為什麼到今天 這件事情還在這裡 一直在 不是兩回事 為什麼一直沒有做動作 難道是公務人員在睡覺嗎 不是 今天原民會 今天原民會沒有什麼行政資源 我可以跟大家講 原民會資源少的可憐 可是今天我們還能夠提出這樣的租金 是我們募款來的 我們在法律上 我講 剛剛巴魯也講 在法律上 我們沒有東西可以給各位 所以我們用募法 我還要再講一點 所謂的綠帶 不是說各位比不下綠帶 而是因為要給各位錢 我剛剛講的 一塊錢都要有法律依據 什麼依據 沒有 沒有法律依據給各位錢 所以只好公務局單位 有一個公共建設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辦法 我們找到這個辦法 那 但不可能真的去做一個什麼房子 然後給各位 不是 我們要做一個綠帶 用這個做名義給各位錢 所以各位 不要誤解了我們的意思 原民會提出的安置計畫中 共有三個方案 分別為 購物補助及貸款利息補貼 租金補貼 國宅優先配租 其中貸款利息補貼最高額度為210萬元 購物補助則為20萬元 租金補貼每月上限5000元 最長合計補貼一年 而納利灣國宅優先配租 補貼一年的租金及管理費 族人認為 半間後不管是購物或是租屋 都會增加經濟壓力 勢必會造成經濟負擔 今天從市政府下達的公文 我們看得很清楚 那無非是讓我們拉瓦克部落 就是說增加我們生活的負擔 經濟上的負擔 因為今天他們市政府的方法就是 過去我們也經歷過 接受過就是說 市政府的一些安置 可是每一次都失敗 所以我們這次 我們希望說 能夠市政府拿出更新的辦法 更有效的方法 能夠解決我們的問題 不管是在做補償這方面 不管是在安置這方面 更一化這方面 我希望說都能夠 能夠用心地 跟我們這些單地的住民 面對面去做溝通 讓大家有一個共識 部落居民在8月18日 又收到林一峰公文 要求居民在21日之前 到禮辦公室辦理拆遷補償登記 若沒有在期限內申請 將依法存入保管專戶帶領 更傳出市府 打算在9月10日執行強拆 種種動作引發居民恐慌 認為市府態度強硬 隨時可能拆遷 在這個說明會應該 算是浪費時間 因為市府派出來的 派出來的官員成語都不高 我們的議題再怎麼講出來 都沒辦法回應 是禮拜三中午收到的 當時接到這個公文 覺得市政府現在 過月省息永遠太快了 都還沒有經過協調 就發這個公文 覺得很無奈 如果我簽到很遠的地方 我說現在的工作 是臨時空 就不要做了 我還重新再找 我要到哪裡去找工作 可是我每天就過著 提心吊打的日子 隨時要拆啊 你一直沒有給我們回應 是不是 我們這裡好像是老鼠 蟑螂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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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嫌我們這樣 我們就認為這裡是最好的 我們也是很喜歡住 住乾淨的地方 哪個人不想啊 可是我們要怎麼走出去 我們走出去的那一步 我們就死掉了 你怎麼活 我每天起來 起來看到 看到外面 從我知道董事以來 外面 沒有這些房子 沒有這些大樓 現在我每天一睜開眼睛 就是大樓 百貨 所有的都已經 比我們這邊好了 難道市政府的人 都不知道 我們這裡有一個 小小的 小小的稱讚嗎 小小的稱讚嗎 就是程序現在已經 其實跑完了 然後所以可能 可能也很難 就是在做什麼 這樣子 有可能啊 所以我們其實也有 跟部落談過這件事情 那 那 如果真的要拆的那一天 他們 也會很 堅決就是 擋掉 想要想辦法擋拆這樣 所以如果 我們社團當然就站在說 先 跟部落談說 那他們可能會希望 我們 學生可以怎麼 從哪個角度下去幫忙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幫他們寫布條啊 然後幫他們掛啊 幫他們 聯絡記者 如果要開記者會的話 寫稿 然後再找 看任何其他 外部的聲援團體 因為他們很希望 可以有更多人的一起 來幫忙 不然 憑著我們這幾個人 其實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先可能 假設又有新的公文下來 說什麼時候要拆的話 我們應該就會先 開一個緊急的記者會了 然後 再開始 找聲援團體吧 那因為基本上這個部分 我們是 有 要 要 辦理一個綠美化的工程 所以 在公務局新工處 這個部分 我們是就綠美化的 開箭補償來辦理啊 好啊 因為這整個來講 是 我們都是 有牽涉到跨局處嘛 包括圓民會 還有土地管理事 財政局 還有一部分 我們公務局的土地嘛 所以基本上這個 我們是配合政策來執行啊 這個部分 因為有一些 有些原住民協調 有一些原住民的問題嘛 所以我們 圓民會他們那邊 也在處理啊 開簽那個是 開簽是一定會開簽啦 因為那個是 本來就是屬於 公共設施用地嘛 基本上 如果我們做的話 我們 實際的開簽日期 還是以我們的 公文通知為主啦 律師認為 拉瓦克部落族人可以根據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 要求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認定其為部落 爭取部落全區保留 在原住民基本法通過之後 我們會看到 國家對於原住民族的 權利的重視 那其中在第28條政治規定 政府對於居住於 居住於原住民族地區以外的原住民 應對其安居等四項 予以保障及協助 從法律方面 因為在現在的現行 具體的法律規範上面 該地原住民的確是屬於 物權占有該地 那也因此正凸顯出 相關法律的漏洞 國家僅制定了原住民基本法 但是卻沒有對於 詳細的具體的事項去規定 我們都知道說 什麼叫做安居 什麼叫做協助 什麼叫做保障 相關到目前為止都沒有 這也正是 拉瓦克部落現在所遇到的困境 在原住民基本法通過之後 中央主管機關可以將該地 核定為原住民地區或是部落 當中央主管機關 將他們核定為部落或是文化聚落的時候 就有很大的可能能夠讓他們保留於限制 而不會遭受到被迫拆遷的命運 相關的行政途徑就是提起課與物術院 當行政機關代為或聚為 將他們核定為部落或文化聚落的時候 那就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課與義務出送 請求高等行政法院判命行政機關 做成一個核定為部落或文化聚落的行政處分 我們的人生不盡相同 過程也不斷地經歷轉變 但我們不會因為轉變 而失去任何平等的機會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自98年12月10日起開始實施 保障我們該有的權利 讓人生的每個面向都更加完整 法務部關心您 原公約實行法在台灣 具有中華民國憲法以下 國內法律以上之效力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 第十一條第一款之 市族住房權表示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 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 包括適當之衣食住 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 在第四號一般性意見中指出 市族住房權 含納對象是適用於每個人的 對居住權利的保障 不應狹隘地把住所認定為商品 而是安全、和平、有尊嚴地居住在某地的權利 而在第八段A點中明確指出 只要有使用權 無論租用、佔用、非正規社區等各種形式 理應受一定程度的保障 在第七號一般性意見中表示 市族住房權中 對受驅逐者的財產權保障 由此可見 基於市族住房權的保障 公權利在執行強制驅逐前 也應對房屋和土地的居住者 提供盡可能最大的使用保障 並探討所有可行的備損方法 採取一切適當的措施 用盡它所有的資源 著行提供新的住房、新的住區 或新的有生產能力的土地 就算是違建戶也不例外 高雄市長陳菊暫拆遷的承諾嚴猶在耳 如今拉瓦克部落卻即將面臨強拆 在滿在經濟發展願景的亞洲新聞區裡 拉瓦克族人的聲音 又有誰能聽見